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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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流嘴,慌张,多声, 是不是又偷谁家的鸡了? 鬼属,你看,你说的就生了吗? 我是那偷鸡猫够的人 你别蒙封,你开了,放开给开鸡 你能干个上正经事? 是 可义主 我今天是中人杀手 给马拉伯发广告了 来 你看看 要想嫁人当富婆 就来我们马家坡 马贵人真红 吓唬闹 生死结婚 不义主 我给马拉伯借了 一人手抬起了 这咋了 这 早上刚修好 现在又发动不着了 不义主 我给你看看 来 你给我看看 行李 行李 还真可行啊 我现在到乡里去一趟 刘总哥给提醒你啊 马贵人财大气粗 想起一粗吃一粗 拍马屁别拍到驴丁上啊 唯一叔 你买走 走 想要的年人说太过得飘 休息的普达子低个悠悠 来 爹 muk 蒸 師傅 师傅 Eric 师傅 师傅 帮个忙 饭 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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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什么 已经坐上三峰子走了 好好好 我 我这马上就回船啊 城里的姑娘 别在咱的地头上 出啥插错 停下 停下 走 姑娘 你是来当马老板的吧 马老板 我是找马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给我打一局 谢谢啊 怎么不走啊 不好意思 你得给点消费 什么消费 就是老无费 通常这样的 智卢无费 你别看个嘛 现在不是时常经济 人人都将就利益 你给了钱 我肯定把利他们家去 你还挺有经济头脑 多少钱 四块 到了地方自然会给你钱 小姑娘还挺厉害的 行 我给你钱 不用凉了 我身高一米七五 那也不行 凉了再说 我费 让开 让开 忙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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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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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这人是什么 这人多精神 这人是什么 谁知道 谁知道 齐文 你这是要做什么 这是第一关 材料身高 一米七五一下 一律淘汰 什么淘汰 跟我的身高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你要做什么 没人跟你说 身高要求在一米七五以上 我看你的身高也不够了 不够就不够 我喜欢 去 我要找马之叔 姑娘 我看你 马之叔现在在乡里办事 就是他在 刚才他也管不了马老板 既然来的 你就得安 马老板的仗子来办事 你要是不乐意 我们也不强迫你嘛 现在你可以走 你们胡到剩了 你怎么回来了 这是先生刚给咱们封下来的 大学生村官 是咱们封的村主人助理 小姑 来 吃葡萄 谢谢啊 马师叔 那个马老板家 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半天也没弄明白 马贵人家 马贵人家正搞基因改良了 什么基因改良 马贵人家开了个厂子 有点钱 号称是全行首富 可是家里人呢个子都矮 马贵人家 给他儿子马小伯在全县真红 专挑一笔七五以上的高个子姑娘 啊 啊 他说了 小妹 玉米杂交 能出优良品种 人高矮烘焙 能够改良基因 马海花 请赶快到处委会来一趟 来一趟 快一下啊 今天一大早 那摩托车再也发动不着了 不弄来也不弄去 你看 还是把街女这个事给误了 实在对不住啊小伯 没事 我这不是自己也来了吗 以后 我就是咱马家破的人了 马志叔 您别跟我客气 郭义叔 你喊我 海花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线上新给咱们分下来的 大学生村官 以后他就要在咱们村工作了 任村主任助理 欢迎 我叫吴潇 以后请多多关账 不客气不客气 海花 你去喊上马脚本 让他开上他的车到乡里 买点好菜 中午给小吴接风 郭义叔 这事啊 我妈还得你出面 马贵仁他不买我的账 他敢 让他管顿饭 给小吴助理接风 还是给他马贵仁面子 他要是不同意 以后盛世别来装管 马贵仁 马贵仁 这不合适吧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小吴你不知道 我这个丛主任务 丛之书说起来好听 看个口袋里得透不出飘飘来 海花 你去叫上马溜嘴 去我家再抓着机 他宰了 小龙 小吴是女的 喝酒就算了 那不行 今天是专门给小吴接风 他不合能行 来 丁哥 小吴 来到我们马家坡 如果不喝上两口 外可就是看不清我们乡下人 来 自己倒 喝多少都是个意思 既然马贵仁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今天就为大家多喝几口 希望大家以后能指点我的工作 这就叫入乡随俗 我先干为敬 小吴啊 这可是地道的烧酒 厉害着呢 小吴 以后啊 就住我家 我做啥你就吃啥 咱家还有小卖部 有什么需要的呀 也随便拿 千万别客气啊 海花婶 谢谢你 谢啥呀 我家那口子啊 常年在外头给人开车 两个孩子 一个上高中 一个上大学 也都住校 家里就我自己 你住我家 正好跟我做伴 姑娘 喝那么多酒真的没事啊 没事啊 那你可真行啊 把那些曹老爷们都给喝趴去了 这个马贵仁太欺负人了 他以为咱们家开慈善的 村里有盛事都让咱们花钱 不就是二百块钱一桌的韭菜 买就买了 算个剩 二百块钱不是钱啊 你除我长生的吗 有本事 你去找那棍义书上去 我去趟马海花家 站住 我告诉你啊 别打那小屋族里的主意 爹 你这是说剩的吗 那 咱们家今天来的人多 没有醋了 我去买点醋 咋了吗 行 行 行 你打的什么主意我不知道 那么多的好的姑娘 就一个没看上 爹 你以后不是不知道 那些姑娘 各个心怀鬼态 都是冲他们家钱来的吗 我呀 就觉得人家那个小屋姑娘不错 你看见那个小屋姑娘 又是村官 又是大学生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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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一米七五 她就是仙女下凡 我也不让她进马家的门 回去 爹 走 走 臭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告别了繁华都市 告别了早已习惯的都市生活 告别了懵懂的上眉时光 戴着一张还有些稚嫩的面容 一颗还不圆润的心 来到了世界上最朴实无华 最具有灵气的地方 村上 您看给我安排点什么具体工作呢 好 先了解了解情况 比如说咱们村有多少人口 有多少耕地面积 有多少人包地 再一个育林妇女 低保护 还有五保护啥的 这些数据我在家里都了解了 那你就在四处了多走走 多看看 工作的事不着急 我先到葡萄园厨处处草看 好 大黄 我是马留嘴 真是够业开人的 我给你车不通你还不让个警门呢 老婆爷 你跟着个新闪事 村里来的大学生董官 还是个大妹子 说上的是董总的主力 马老板还把她当成英雄女 还剩完了半天 对的 昨天呀村里的地方董改部 都在马国一家喝酒 就让这个大妹子 把业做得很恶光的爬下来 你什么拿开的 这个大妹子 免不该是行不挑 不光是能喝酒 而且长得漂亮 把那个八小伯看得一样 叶财财的 正够够的 老婆爷 老婆爷 你娘子这酒也是正香 我一家喝酒商业了 就跟这三天喝喝茶这酒 我舍不知战 连脚都睡不着 老夏你好 你好 你好 大爷您好 好 我去马家泼这村了 说穷不穷 说富不富 村里最富的 是马贵人家 最穷的 是马贵人家 是马黑又比较家 说穷不穷 广贵一条 其实她挺聪明的 就是呀 服务正业 整天骗吃骗喝 骗点小钱 村里大多数人靠种葱头 发不了财 但呢 也够个油盐酱醋钱 我来 那村里怎么不想办法 发展经济呢 哪那么容易啊 傻丫头 且些年啊 直书也带领大家干过 一会儿种苹果 一会儿喂肉牛 结果呀 啥都没干成 直书现在呀 就是一个理 不瞎搞 她觉得现在的日子呀 好着呢 全村挺安宁的 用她的话说 咱马家坡村啊 就是一个和谐小社会 那村里那个龙雅人 派一种葡萄吗 龙雅人 咱村没有龙雅人啊 有一个呀 七十来岁很严肃 走路的时候腰瓶挺得特质 跟她打招呼也不理人 你是说刘老葵吧 她可不是什么龙雅人 是脾气有点怪 我爱跟人交往 小吴 小吴 是不是刚才村委会上 龙雅叔没给你分具体工作 你有什么想法 我就是在想 这农村的工作 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农村工作就是这样 秋收的时候抓秋收 村众的时候啊就抓村众 平时嘛也就是抓抓治安 管管计划生育 还有乡政府安排什么工作 就完成点什么工作 配合中心工作嘛 海华婶 你先回去吧 我去下村部 你现在去村部干什么 不行 我得去找马之叔 走 马之叔 爷 小吴 你咋没回呢 我有话想和你谈 马之叔 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 这甩生的 我哪得小看你 你是大学生 那你为什么村委会成员都有分工 就不给我分配具体工作呢 你看 你这个女娃咋这来叫真 马之叔 不是我叫真 既然我是村委会成员 就要分配我工作 不然 你说我到村里来干什么来了 你看 我这都来了几天了 每天就是在村里 转来转去的 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不着急 这基层工作啊 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你容得再想一想 马之叔 那麻烦您费点心 早点落实我的工作安排 行了 没问题 快回啊 回你海华室再早点歇了 我走 小吴 请进 小吴 快看看谁来了 佳文 你不要再劝我了 佳文 你越是劝我 我越发觉得你不了解我 既然我已经来了 就不会轻易放弃的 没人让你放弃 我只是让你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一下自己 什么实际情况 这个地方没有你的舞台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咱这几天 村里边给你安排去 给工作了吗 马蜘蛛答应我了 马上给我解决 他们是敷衍 这只是一个巴胺大的 小山村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节奏 他们不需要改变 你也没有能力改变他们 你真是看不起我 我没有看不起你 我只是希望 你能跟我在一起 过我们应该过的生活 我比这村里任何一个人 都更需要你 你不明白吗 在我来之前 你不是说过吗 只要我选择了这里 我们之间 就只能做普通朋友 你真是说得气话 吴潇 你为什么不能 为了我而留下来 你为什么非要选择离开我 选择这个穷山村 我不想做你的副属品 就拿我自己而言 既然我已经来了 我也不会什么都不做 就当一个逃兵 那会成为别人的笑柄的 别人怎么会笑话你呢 我们回去之后 马上就结婚 结了婚之后呢 我们有自己的车 自己的房子 你就是不工作 我也可以让你过得很幸福 这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笑话你呢 你不要再说了 家闻 再这么说下去 也许我们连普通朋友 都做不了 你太固执了 不 是你太想按照你的意愿 规划我的生活 吴潇 我承认你来之前 我说了很多不理智的话 我这次来 只想挽回我们的感情 家闻 虽然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过得很美好 但是我们彼此都明白 也许我们并不一定适合走进回忆 你太想安排我的生活 而我呢 就像你所说的很固执 是 我想我还没有信心能做好你的妻子 我知道你很优秀 身旁有很多爱慕者 可是既然你还是不能理解我 我想我们还是 就按你说的 做普通朋友 好 我还能抱抱你吗 谢谢你跑中原来看我 吴潇 我还是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 跟我回去吧 不要再劝我了家 祝福我吧 小吴 小吴 我知道 你找我还是说你工作的事 我不是告过你吗 不用着急 马之叔 给我安排个工作那么难吗 不是 你们不是初来乍到吗 对咱村的情况 你们还是多了解了解 好吧 乡里有个会 给他赶紧走 再见啊 陈姨呢 马之叔 是小吴啊 你又来问你的工作安排了吧 马之叔 你真是太懂我的心思了 不着急 今天时候不早了 你先回去 回去休息 过两天咱们召开村委会 专门讨论你工作安排的事 马之叔 这都多少天了 每次只要我一问到 自己的工作安排 您都说别着急 别着急 再这么闲下去 我都快闲出病来了 小吴啊 你看咱们这个小村村 现在各过各的 和那个安排盛也不合适 你看 现在你最大的工作 就是把自己照顾好 马之叔 你今天必须给我画出个道 这样我才能名正言顺地 开展工作 要不然 今儿晚上我就不走 真 要真僵上了 行了行了啊 回去吧 回去吧 过脸的咱们再说 要不这得吧 现在乡里一直强调 要调整产业结构 你就给他主管 咱们村的产业结构调整 我说 我说 你这不分别是难为你吗 调整产业结构 他做了这么多年之书 没干成的事 让你一个小女妈去负责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我让他说道说道去 海华婶 你不用去找了 是我自己要求的工作 你呀 太年轻了 我们村可比你们村强多了 我们村可比你们村强多了 村委会有电话 手机随时随地可以打 我们支出还专门给我拉了网线 我天天都给你上网呢 小冉 你面也太好了 分到一个好孙子了 那当然了 总不能什么事都比你差吧 你找了个好对象 老天爷就关照我 让我分配个好村子 对了 佳文师兄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他反对我来农村工作 我们分手了 不会吧 李佳文可是钻石王老五 他们几个同学开的软件开发公司 都获得国家好几项专利了 他反对你来这儿工作 让他给你找个好工作不就得了 至于分手那么严重吗 他是他 我是我 我可不想一辈子当他的附属品 聊什么呢 这么高兴 刘清凌 女生的话题男生别插嘴 你看人家廖逼多懂事啊 男人女人的话题呗 好 现在我们开始开会 今天呢是我们大学生村官 稻村认知情况首次汇报会 下面呢就请大家谈一谈 各自稻村认知的情况 小伯 小伯 我得抢着你盯着干涉去 我去山上办点事 趁着干涉去 吴潇啊 你今天谈到马家坡的事啊 他带有普遍问题 我看马之书 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村官 根本就不信任 也不欢迎 不能这么想 小伯 要想得到村委的支持和帮助 你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马家坡种葡萄是个传统产业 可多年来一直发展不起来 形成不了规模 我想先多花些时间做做社会调查 看能不能在葡萄产业上 找到一条突破口 路子对了 如果你真能把马家坡的经济发展起来 那你这个村官可就为马家坡立下大功了 没想到 刘书记这么支持咱们的工作 是 小吴助理 小吴助理 马小板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 我外地来了几个朋友 给他们买点醋带回去 你回去吧 我烧你 好啊 为什么不行 吴潇还要请我们吃饭呢 就是 想着没 等我的红兔大业实现了 再请也不行 走 你不会吧 有人吗 有人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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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吴助理让流浪盔家的 大黄给药了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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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火 滚 滚啊 归宇叔 小吴助理咋样了 归宇叔 看完人家闺女腿咬的 你 马蕾索 来到 就把质保重生跟我喊来 把他家咬人的位 狗羹给勒死 终我动狗肉吃 坐一面 你熟悉情况 你找谁不行了吗 你非得找那个刘老奎干什么 你可这 你可在咱们村干了几十年 你们俩搞出个盛经纪来 你说指望你们这些学生娃娃 能搞出个盛经纪来了 额外只不过是一句企划 你看当老真了 马志叔 就算你说的是句企划 可在马家坡是个经济伯若村 你就不着急啊 那你找盛经 要是在三十多年前 咱们村人吃不上喝不上 为咋争得着急 如今的马家坡村 说富不算富 说穷不算穷 家家有两亩葡萄地 发不了财吗 也不缺吃穿 如今不是讲和谐社会吗 咱马家坡村 爱就是小和谐社会 快来坐快来坐 撒了吗 框上 刘老奎懒得不让再够 和小龙要大起来的 啊 你说这个刘老奎 他又犯他得把聚业脾气了 走走走 看看去 哎 啊 你别动了 谁敢动得大话一个毛 哎 刘老奎 反了你了刘老奎 刘老奎 你家的狗咬人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今天又把你家小屋助理咬了 你知道吧 他是错子 他要人 我能管得着吗 你管不着是吧 那行 我管 马小龙 马六嘴 去 把那个畜生给宰了 好 干 马鬼业 你给我听清楚了 马家婆就我一个是外姓上 哎 我认了你几十年了 你今天领着你马姓的人 啊 到我这儿来了 我告诉你 我这大刀 可不认识你姓马还是姓牛 刘老奎 你是剩了吗 你家的狗咬了人了吗 跟他们姓生有什么关系了吗 你谁又生关系了 啊 你令上人到我某山干这个来了 告诉你 只要你祸他 谁也别想动他一根毛 哎 行 你不让啥 万你就拿出五八块钱来 给那小吴助理治病 我们亲 刘老奎啊刘老奎 都说你倔得像头驴 让我看啊 你不光是脾气倔啊 你还不说理 你家的狗咬了人 你又不让杀狗 你还不给钱 你这狗咬了人就白咬了呀 马亚龙 哎 马雷苏 哎 跟哥把那个畜生给我崭了 上 看他要咋了 谁不要命 谁给我上 谁让他呢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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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之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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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奎大爷孤身一人 就那条狗天天陪着他 那条狗 就是他家的一口人哪 你杀了他家的狗 谁来陪老奎大爷 不是嘛 他 他不说理嘛 你说你不让杀狗 你给钱 你钱也不给 你这咋呢 马之叔 我受到这点皮外伤 打一针狂犬一秒就行了 有大爷家里困难 就不用他破费了 我自己解决 哎 闺女主 那干嘛杀不杀 杀个屁 好好的一个东哥如 我杀不杀了 我打破了 你能够做的 优优独了 你也不想做 因为他没想到 这个人 我要再说 我姓 我这次 你不要 既然 我们 他犯了 没想到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老回大爷 海华 你帮我把这些东西给了小五姑娘 小五就在里头 你自己进去说吧 这篮子里头是鸡蛋 还有摊子旧 你搞给他 你让他妹铁和尚俩孝孝孝 他的伤口最好得快 这是老葵大爷送来的 这不是普通的酒 是老葵大爷用祖传秘方自制的葡萄酒 你看他那么大年纪了 红光满面的精神头那么好 也从不得病 就是喝这酒喝的 这酒真要那么神奇 老葵大爷的祖上啊 就是给朝廷酿酒的 还有个品名叫十里红 一直传到老葵大爷这一辈 他这酒从来不卖也不送人 每次开坛的时候 也就是马六嘴舔着个脸去蹭上一壶 其他人啊谁也喝不上 这次对你可是另眼相看了 快 马六嘴 马六嘴 看 Apa什么那殴 你一还有 发家兵加大利 人能you感激 你嘞 你说这村里头 家家都忙着种葡萄 你咋就躺在地头上睡觉呢 这马家坡的葡萄品种 都是老品种 低菜量买不上钱 天寒了还没有收仇 那做它干生了嘛 照你这么说 咱马家坡的葡萄就没希望了 不瞒你说 马家坡的葡萄向阳又喜望 就在刘老奎身上 哦 小伙主力 你们哪听说过吧 咱们马家坡有两大棋 哪两大棋啊 你的棋就是葡萄 你听个给你尝两句 平如的牛肉是太过的平 情绪的葡萄是听个悠悠 情绪的葡萄 叫的就是马家坡的葡萄 听老人们讲呀 以前咱在扑风山上 卖山都是叶葡萄 不酷 不舍 酸中带甜 还能治百病 葡萄还能治百病 哪你以为了 那这种野葡萄现在还有吗 现在没有脸 扑风山上找到了环境破坏 现在根本就看不见脸 你说的那种能治怪病的酒 是不是老葵大爷家的十里红 真是 我算是 Ganon 那就把他拿到我 这 我去 你还没去 穿上 穿上 过来 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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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好你狗人 你跑哪儿干人去了 跑哪儿跑去 来 别跑 轻 轻一点 别虚叫了 有那么疼吗 谁叫你拍墙头偷人东西呢 我根本想偷他家的东西 你只不是想捡他的几只葡萄树枝吗 几颗葡萄树枝 你跟刘大爷要不就成了吗 小伙助理 你可不知道 那几颗葡萄树 那可是刘老奎的命根子 别说是捡他的几个树苗子了 就是别人碰都不能碰 谁要是在他面前 提到他那几颗葡萄树 他翻脸不认人 那几颗葡萄树就那么金贵吗 行了 去吧 不说了 不说了 我走了 把这几颗葡萄也种不成了 刘大爷 你忙着呢 你有事了 大黄 这是给你的礼物 大爷 我今天啊 是特意感谢您的酒的 您的酒可真管用 喝了您的酒啊 我这伤没几千就好了 你看 一点事都没有了 小吴姑娘 这酒啊 是我们家住藏秘坊酿造的 从我太爷爷起啊 我们家这几代人下来啊 就没有一个人得过大病报病的 这呀 都是酒的功劳 大爷 您家有这么好的保健酒 怎么不卖呀 这酒啊 也就是院子里 这棵树上的葡萄酿造的 没多少 自己喝喝就行了 卖了有啥用啊 可以发展产业赚大钱呀 我一个古老头子了 要钱没用 自己的酒 酒自己喝 大爷 我听说您家不光是酒好 您这几棵葡萄树也是宝贝呢 小吴姑娘 您不傻事啊 你就快走吧 大爷 我 你走吧 走吧 走吧 大爷 我 我把你的东西拿上啊 大爷 这里不是送给您的 大爷 走吧 你走吧 大爷 你挺好帅的 回大爷 你走吧 大爷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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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葵大爷 大爷 小吴姑娘 根据我这些天的走访 马家泼孙种葡萄 据说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几百年的历史有什么用啊 咱村的葡萄啊 虽然口感好 果实也甜 但是啊 品种老化 产量低 又不耐旱 遇上干旱年景 葡萄都没收成 还花婶 跟我说说老葵大爷的事呗 老葵大爷 老葵大爷 老葵大爷年轻的时候啊 就想着葡萄品种改良 那时候啊 他从山上 把野葡萄干拔回来 和龙眼葡萄嫁接 他的心思啊 全扑在了这个 葡萄品种改良上 连老婆怀孕都顾不上照顾 没见老葵大爷 有老伴儿和孩子呀 这事啊 说起来话长 那年老葵大爷的葡萄改良 终于成了 结果呢 碰上了搞什么 割资本主义尾巴 说他的品种改良 是破坏以良为纲 要砍他的树 老葵大爷哪里啃呢 就和砍树的人 发生了冲突 还把皈依书给打伤了 所以当天啊 就把老葵大爷抓走了 这么严重 老葵大娘啊 急得呀 挺着个大肚子 连夜到宫舍去求情 不巧 那天夜里还下着雨 他从山崖上滑了下去 等老葵大爷回到家的时候 园子里他的葡萄树没了 老婆孩子也没了 从那以后啊 老葵大爷的性情就变了 谁也不理 他把院子里 没砍干净的几个小树苗 移栽到自家的小院里 省着这几颗小苗 过了几十年 你来点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非点的你眼貌绿光不可 别变 不过今天这一刻 我可不是白请呢 我有事请您帮忙 行 鸿门宴呀您这是 我觉得这三年 好歹也得做点实事 廖斌 你是龙大的高材生 跟我到马家坡 咱们实地考察一下 好好研究研究 做一个很好的规划 将来啊 和小冉清林他们一起联手 给当地村民 找一条经济发展的路子 在蒲丰山干一番大事业怎么样 这段时间啊 我在周围也做了一些考察 葡萄产业 是当地的传统产业 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而且还是很有发展空间的 支柱产业 我支持吴晓的看法 看你们这架势 是准备抡开胳膊 大干一场吧 这边葡萄的品种怎么样啊 好是好 籽是肉厚不易破损 味儿也甜 但是粒小 产量低收入也低 廖斌 你看能不能想办法 改良葡萄的品种 看 这篇文章 正好验证了咱们的猜想 这篇论文啊 是省农大张教授写的 我猜想 咱们蒲丰山的土壤 一定有特殊元素 所以这儿的葡萄才这么特别 那这儿的葡萄产量低 是不是也与土壤有关呢 咱们明天就把马家破葡萄园的土壤 还有去年的葡萄样本 送到农大的科研所检验一下 等检验结果一出来 我一定能找到 改良品种的办法 啥法子 嫁接 你刚才说的剩的改良 咱们从不是没有人搞过 十几年前 那马六祖就逞过呢 他把外边引进来那位 飓风葡萄条子往一块嫁接 结果了全部枯死 闹得马六祖到现在宁可每天晃荡 他也不愿意再种葡萄了 马直叔 我们的改良计划跟马六祖不一样 他那是凭自己的个人感觉 我们是建立在科学的实验基础上 廖兵已经带了土壤 到省农大做成分分析去了 如果土壤不合适 我们也不会瞎动作的 小吴啊 我也不是老胡董 哥哥得实话实说 搞葡萄改良 不是三天两月的事 到三年头上你们要是一走 闹下这一摊子谁收拾呀 你们大学生村官来到港村 能干点剩就干点剩 你又干不了 我们也不会埋呀你们 但是有一条 你们说成个剩 也不能跟哥捅下娄子 马之叔 我是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我们想这么做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要是守农大传来好消息 希望你能支持我 气候土壤都没问题 只是葡萄改良 每隔两三年炮搞不成啊 万一失败啊 咱把这一大摊子能给马之叔 还担心是有道理的 那 那还有其他办法没有 咱因毕制宜 最好的选择 就是在葡萄上把文章做好 咱也不能在这开发航空母舰吧 其实还有一个好办法 可以缩短葡萄改良的周期 降低失败的风险 你说具体点 溜溜盔甲那几棵葡萄 是野生葡萄和当地葡萄 嫁接的新品种 又有十几年的适应期 如果我们把它拿来到母本 再与当地葡萄进行嫁接 成功概率就很大了 有道理 第一年 我们可以用这几棵树的枝条 做母本少量种植 第二年 我们就可以再用二代母本嫁接 开始大面积种植 第三年 我们就可以在全村 以及周边的几个村子种植 形成一个葡萄产业区 好是好 马之叔能同意 他要是不支持 咱一介小马都是空的 我想 马之叔不同意咱们在全村搞 咱们能不能换一种做法 以咱们自己个人的名义 搞个阳光创业园 咱和庆林小冉 一起合伙 做种村民的土地 一起投资 一起创业 失败了 后果我们自己承担 成功了 也算是为村民 创出了一条经济发展的路子 你说行不行 好啊 这个办法好 咱们不以村委会的名义 以咱们大学生村官自己的名义 创业一个葡萄产员 就算失败了 不让村里承担 咱们自己承担 我想他马之叔 就没理由反对了吧 调兵 你这么说我就有信心了 你明天就去通知 刘青霖和欧小冉 让他们到马家库来 咱们一块筹划一下 还等什么明天 咱们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去 这门信号打不通的 是后市岭 后市里也有信号 对 咱们走 你们现在以自己的名义 搞创业员 租运村民的土地 不要村委的投资 也不要村委负责 这些考虑的都很周全 你们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创业 比也是国家和上级 都号召和支持的 额也不会反对 可是 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 你们不光要租赁到土地 还要拿到刘老魁 那宝贝葡萄树的枝条 作为母本 这才算勉强具备 开张的条件 马之初并不反对 咱们的计划 你们一个个 怎么还搭了这脑袋 他虽然嘴上没反对 各仇内架势 分明是不信任我们 是在给我们泼凉水 我们只要把这事做成了 就不怕他不信 喂 喂 振作点 怕难的现在可以退出 有人退出吗 我想 帮村民寻找一条 发展经济之路 也是我们大学生村官的职责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 我知道农村人 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支持吴孝 欧小冉 你呢 我 和大伙共进退 既然大家都不反对 那就抡开了胳膊 接着往下干了 事不宜迟 咱们不能光说不练 我们讨论讨论 如何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吧 关键啊 是得先租地 没有地 咱们什么也干不了啊 对 只要符合政策 咱们跟村民签订自愿公平的 土地租赁合同 就谁也阻止不了 可要是刘老奎 不愿意把他们家的葡萄树 给我们做某本怎么办 我负责做老奎大爷的思想工作 虽然他看起来不尽人情 但我觉得 他只是因为传统的宗族观念 不愿意和马家坡的人 过多接触 本质上 他是个善良的人 只要我们租到地 我相信 他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我们在火架子上受煎熬 时间不等人哪 我看咱们两部分同时进行吧 好 好啊 我们走 走 行吗 再换点降火 来 马六爵 反正你啥也不干 干脆 把你的地做出去 这样 还能弄俩钱花花了吗 差点 行行行 你别掺和掺和 到时候恶要是挣老钱 你可不要激动了 那不会 你也给挣钱娶媳妇来 再过几年 你可就不是娶媳妇了 那 可这是娶老妈子了就 马小 你胡说这个事 我瞒你说 恶要是挣老钱 我得娶个二十多岁的黄黄大闺女 别做梦了你就 相信们 相信们 大家伙啊 都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商量 定了主意的 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签土地住那盒头 这就是单身男人的优越性 你租吧 我助理 这个合同我跟你签来 我把地租给你嘛 马小龙 你好胜了嘛 你赶快回去请示请示 谁不知道你男朋友那么厉害 你要是敢实质做主 以后等着睡凉看我 哎呀 这事说起来挺好 可这几个嘴上没毛大学生啊 让我心里真没底 走走 上马志叔家问的 看看马志叔有啥态度啊 走走走走走 走 马志叔 说句话嘛 这事到底能不能干了嘛 马志叔 给一个态度啊嘛 就是嘛 吴助理他们的想法 不能说家不对 可这个事情有没有结果了 我也不知道 又想挣钱又不想冒风险 世上哪有这好事了 是不是 愿意挣钱的 就跟上家吴助理他们 先试也试去嘛 那马志叔 你家的地租给他们不了 哥家的地 你就不用操害心了呀 我都这来大岁数了 我还想安甘生生地 攒个棺材板去 哎跟你们说啊 自家的地自家做主 啊 马志叔 你是不是 不抗这些大些生物呢 真是说得甚话 我看不了这意思啊 那你家地为啥不住啊 这 为啥就 挑开了说明话啊 把地租给吴助理他们 责成股份 当股东 可一旦这个事不成了 三四年外地里头就没有收入了 可是一旦成了 收入比现在 我也可是要多得很多呀 好 我年龄大了呀 我是不愿意冒这风险了 可你们还年轻了呀 啊 跟人家吴助理他们 好好躺躺到我怕生了 好 就是这儿 这儿 别怕别怕 他叫大皇儿 来认识一下 老徽大爷您在家呢 大爷 你们又舍死了 老徽大爷 这位是廖斌 也是大学生村官 他是省农大毕业的高材生 我带他 来看看您家的葡萄树 对 我们看看 住手 大爷 我就是随便观察观察 摘几个葡萄汁 回去做个对比检验 老徽大爷 我们想用您家的葡萄汁 做母本 进行葡萄品种改良啊 大爷 我们的创业员 需要您的葡萄树做母本 您就帮帮我们吧 我们可以给您算作 技术股份 对啊 你们走吧 我不欢迎你们 老徽大爷 大爷 算了算了 回去再说 谁也别打我葡萄树的主意 来 人哪 那学院把地租给我们的人哪 真要两土地签合同了 都反悔了 一个都没来 马六族也没来 马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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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马六族 你给我站住 马六族 你给我站住 炎而无信 鼠目寸光 真是一群农民 你别这么说 他们肯定也有他们的顾虑 我说的不对吗 他们就是只看着我眼前的利益 算了 别说了 说这些也没有 对了 你们那事办得怎么样了 刘老奎愿意把他们家的葡萄树 给我们做母本吗 胡乡 等等我 小吴 小吴 吃饭了 我不想吃 那怎么行啊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创医院的事搞不成 不要紧 饿回了身体 那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海花生 我实在吃不下去 你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不要张旗上火 他们有顾虑 也都是正常的 海花生支持你 我家的地就租给你了 吃完饭啊 咱就到地头丈量 然后牵河头 你不吃饭 这儿 胡乡 胡乡 你看 你不吃饭 大家伙都是没心思吃饭 不管将来怎么样 咱们先把饭吃了好不好 就是 胡乡 就算创业园搞不成 也不影响你三年后回城 也不影响我三年后考研 你说是不是啊 咱还落个清闲 为这事生闷气也不值得 走 咱们吃饭去 走吧 走走走 你们出去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胡乡 请出去 杨并无法忍 武皇上 老 我 还没什么 不信 你们就不信 你还没 정 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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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燃 怎么了这是 无销走了 你们看 这是他留下的条子 他说 在这里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让我们也回到 我们各自任职的村子里去 小燃 弄起来了 我去摘了一些新鲜的西红柿 中午啊 给你们吃西红柿提件面 怎么了 无销走了 无销走了 他一大早就走了 我睡醒的时候 只看到这张条子 你干什么去啊 无销没有车肯定走不远 咱们追着去 对 快 卫一叔 卫一叔 三两 小吴走了 小吴走了 他上哪儿了 他上哪儿了 回城了 说是不来了 不来了 不来了 还不是因为 你不支持人家的工作 走走走走 你不能走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都不要再说了 我很失望 也令你们失望了 我走了 再见 等一下 你这在什么 当逃兵吗 我要回家去 我说你们还走不走咧 对不起啊 师傅 我们今天先不走了 师傅 我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吴肖 等等 你要不要放开我 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师傅 我走呢 吴肖 吴肖 你不能走 吴肖 你到马家坡来 不就是为了要帮助村民 找到一个发展经济的道路吗 这刚遇到一点点困难 你就退缩了 这不像是你的性格呀 你不觉得当逃兵可耻吗 可是马之叔不支持 这事就办不成 老葵大爷不提供普通术做母本 改良就没有希望 我在这里找不到用武之地 马之叔不支持咱们 咱们可以想办法说服他 老葵大爷不给咱们母本 咱们也可以想办法 你不是总说办法比困难多吗 只要我们坚持一下 一定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吴肖啊 所有女同学里面 我最佩服的就是你 你 你独立倔强 做事情勇敢 怎么今天 今天坚持不下来了呢 我是和家文赌气 才来当村官的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不让家文小瞧我 为了这个 我们都炒翻到分手的地方 我想在这里有所作为 可是 可是一切都不是想象中那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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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那些农民 一个个的 欧小冉 你怎么说话呢 农民怎么了 这网上翻三代 谁家不是农民啊 反正我不是农民 农民就是小农艺士 蜀木寸光 只看眼前的利益 你不只看眼前利益吗 你不看你还劝吴霄回城 我们都在劝他回来 你为什么就要劝他走呢 我 我是为吴霄好 我看你这才叫 不光短钱蜀木寸光 行行行 行了 别吵了 让吴霄自己做决定吧 这么大的事情 你也不来向我汇报 我不想给你汇报 是怕引起马之术的误会 说我到上级领导面前 去告他的状 你这样想也是对的 但你不来向我汇报 却选择了逃避 这就是错上加错 林书记 我 我错了 知道错就好 农村工作本来就很难 遇到困难和挫折 也是在所难免的 你们的想法很好啊 现在马家坡做出样板 然后联合周边的村子 共同发展 将来可以考虑全乡联动 把咱们的葡萄产业 做强做大 你们这群大学生村官啊 有理想有作为敢想敢干 身上没有束缚思维超前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成大事 我相信 你一定能成大事 你一定能成大事 我相信 你一定能成大事 我相信 你一定能成大事 你一定能成大事 说尔名 他还是特朗联系 老板 买花 贵雨淑 一大早你怎么来了 小屋呢 马 马之叔 我来给你道个歉 小屋 我来给你道个歉 马之叔 我 昨天刘书记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顿 晚上我又想了一夜 在你们办创业园的问题上 我确实是思想 包爽僵化 我都跟不上行事 同票同志们 同票同志们 马死贯而高死 现在给你们逛回来 马刘准 又有声的新闻了吗 咔哒型的 爆炸型的小物 别卖关子了 快说 今天早上 咱们的直叔骂诡异 最亲爱的皈依署 居然 居然 居然怎么了 快说 居然今天早上 咱们的皈依署 向小五族里盗窃 扔错了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马之叔在马家破 给谁认我错了吗 要么说声思 包扎型的行 咱们马家破 种葡萄几百年了 都说 平遥的牛肉 太古的饼 清虚的葡萄 甜硬一股 可人家美国的红蹄黑蹄 现在都卖到十大几 二十来块钱一斤了 可咱的葡萄了 想要卖个好价钱 不改良不行了 人家马贵人 他家的人个子矮 都想到要搞基因改良了 你们不用笑 小吴他们这些大学生 你还一来 就调查 就研究 就发现了问题 他们要改良 要实验 要创业 他们要把咱们马家破的 葡萄产业做大做强 我在这里 先表个态啊 我们村委会 坚决支持小吴他们的 葡萄创业员 凡村委会成员家的土地 愿意入股的入股 愿意租赁的租赁 总而言之就一条 必须支持小吴助理的工作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我的情况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呀 我在你身边安排了间谍呀 不是让你让别人拐跑了 我该怎么办 你还在意吗 你觉得呢 讨厌 不正面回答我 这次听说 你说你遇到挫折想要离开 我本来以为可以把你接回去 谁知道 你这么快要决定留下来 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 坚强不退缩才是无销 还是真正的我 其实上次回去以后呢 我认真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应该尊重你的选 无论你选择回去 还是选择留下来 本来想打电话给你 可你电话总打不通 我决定亲自告诉你 从现在起呢 我不会再武断地决定你的生活了 你能做到吗 不相信我 我有的时候可很固执的 你不介意吗 这世界上本就没有完美的人 我选择你 就应该选择接受你的一切 也包括固执 你还愿意再给我一个机会吗 你还愿意再给我一个机会吗 三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 我希望你在证明自己之后 回去可以嫁给我 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 我愿意 但我不知道三年后 会不会改变主意 你不会的 不好意思 打搅了 我在这儿打电话来着 喂 喂 还是没信号 好 这是你男朋友啊 你好 李嘉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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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打扰你们了 吴主理 我听说你们创业园还需要很多土地是吧 我们家还有好几亩土地空着呢 把这些土地 都入股你们创业园得了呗 好啊 你去找我小冉和刘青 您登记一下吧 还是您帮我办这事吧 你去找他们吧 他们都在呢 那我先走了 这儿人多 处理点 走了啊 走吧 走 同学 你为什么出卖我 怎么样 你们俩和好了没有 没有 乌霄同学 我可提醒你一句 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吕家文师兄潇洒帅气 事业有成 那是典型的钻石王老五 我可告诉你 你要真下决心和他分手 本小姐我可照单全收啦 收去吧 我才不稀罕呢 我看看 女人啊 女人 你的名字叫说谎 怎么了不你 别再冒酸水了 赶紧回村委会 讨论咱们的创业园吧 吴笑 你可别变成只顾 工作不解风情的铁娘子啊 我们的阳光创业园啊 一期规划大概是一百亩葡萄园 等到第一期试改成功之后呢 我们把周围的子林村 蛤蟆营村 还有石林 这些村子联合起来 大规模地开展改良葡萄的种植 不但要种植果用葡萄 还得种植酿酒用的葡萄 进行葡萄深加工 形成产业经济 我想 这大概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啊 好啊 还真是年轻人 敢想敢干 现在还有两个问题急需解决 一是资金 我们初步计算了一下 一期工程大约需要五十万资金 不少了 五十万 你个钱都没了结果了 哪里装料马呆了吧 别说你没见过 额长这么大都没见过 可是这也不算什么大资金 大家都想想办法 我听信用社王主任说 国家现在扶持新型农业项目 我跟他挺熟 看看能不能从信用社 申请一部分专项贷款 我们大学生村官下乡之前 接受过中国福兵开发协会的专项培训 他们有一项专项资金 用于扶持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创业 我们可以向他们申请一部分扶持资金 剩下的我们自己想想办法 大家集资一部分 第二个问题 是改良所用的母本如何解决 马之书说服老魁大爷 把他们家的葡萄树贡献出来 这个可没办法 那个倔老头哼个是死对头 他记仇哼个记了几十年 他们两个倒了一块 打不起来都是好的 别说碰他家的葡萄树了 老魁也见他那几棵葡萄树 那是他的名根子 谁都碰不到 谁都碰不到 就是碰不到 就是就是 谁能玩命呢 谁敢碰到 谁敢碰到 老魁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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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给我提葡萄的事啊 老魁大爷 用你家的葡萄树做母本 可以缩短改良周期 减少植物疾病的发生 大大提高成活率 马家坡要是富了 你可是全村的大人 这个葡萄啊 最怕的就是根柳芽 因为葡萄也和其他的果树一样 嫁接以后呢 存在遗传基因变异的问题 从这个体胚发生 切合体发生 无性基因变异等方面来讲 他这葡萄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他讲的真是铁书 咱们根本都听不懂 你跟我家里来听懂 就是啊就是啊 就是啊就是啊 书长就是这么写的 我也不知道 普通一点该怎么讲 反正啊 如果用老魁大爷家的葡萄 做母本的话 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小五姑娘 你啊 是个好人 你想要酒 我给你送 啊 你有生事 需要我帮忙 我一点问题也没有 可就是有一条 别给我提葡萄的事 老魁大爷 别提葡萄的事 大爷我 走 你走 还不走啊你 小五 小五 你咋了 我被老魁大爷给赶出来了 这个刘老魁 太不香话了 不就是两个葡萄芝子吗 不行 我来找他 刘老魁 你出来 刘老魁 你出来 刘老魁 刘老魁 你对我有意见 外是咱俩的事 人家小如他们几个大学生 人家跟咱们村不沾亲不带故啊 为了咱们发家致富 人家绞尽了脑汁 你为什么一次一次把人 从家里边赶出来了 有声了不起了 不就是几个葡萄芝子吗 你行不行 你可现在带上几个人 把你这段葡萄树给你刨了 咋的不说话了 你满脑子旧思想啊 你总以为 马家坡的人 在欺负你这个外星人 其实都是你自己 心里假想出来的呀 马家坡的甜土 养活了你几十年了 咋 现在给你要上几个葡萄芝子 你绝胜了吗 要跟我说呀 马家坡的甜土 白养活了你俩 你就是个老白眼狼 马鬼啊 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他不是树啊 他是我家的两条人命啊 他是我老婆 是我儿子 我守了他 我守了他 三十多年了 现在 你要抛出他 哎 想 你给我抛 你抛一个试试 你要是敢抛 我拿病给你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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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之书 你先别着急上火 葡萄树做母本的事 我们先缓一缓 说不定老葵大爷 哪天自己就想通了 我们先分头想办法 筹集启动资金吧 葡萄树木本 恐怕是拿不上 刘老葵说得对 不是两个葡萄树 而是两条人命呀 虽然说那是个意外 可毕竟欠的他家两条人命呀 什么意思 这是十万块钱现金支票 算是对你工作的支持 我只是借着回来的机会来看看你 不是来找你化缘的 这十万块钱你先拿着 初期创业缺少资金的滋味特别难受 这我深有体会啊 支票不需要 心腻我领了 好吧 如果资金有缺口的话 随时给我打电话 你难得回来 今天我请你吃饭 想吃什么 谢谢了 请客的事我先记着 我得回家陪爸妈吃饭 妈 说曹操操到 妈开始催我了 妈妈 嗯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回去 嗯 放心吧 哎呀 和谁争 也不能跟你爸妈争你 你呀 走 晓晓啊 妈妈养活你这么大 现在进去工作了 就给妈妈呀 带回这几瓶醋来呀 妈 我告诉您 我们那儿的醋可是玄辉有名 她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第一 第一吧不就是几瓶醋吗 哎 您可别瞧瞧这醋 它不只是一种调味品 而且还是一种保健养生食品 还可以预防 动脉硬化脑鱼血等疾病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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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回来把东西一扔啊 连个人眼也不见了 这一回家就做起果很高来了 来 宝贝 多吃点 嗯 怎么样 在村里干的挺好吧 那当然 也不看我是谁的女儿 我可不想给当文化馆长的老爸丢脸 五万块 呀 爸 那小点声 别让我妈听到了 福兵开发协会的黄秘书长已经答应 帮助我们申请大学生存款扶持资金 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马之叔也在跑新鲜农业项目扶持贷款 也需要一些时间 爸 我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也是负责人 您可不能看着我们这些项目搁浅 让别人笑话 我 无论如何你都得帮我 可是老爸手头没有那么多钱呀 爸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呢 你可以从我妈那儿偷啊 她不是一直帮我攒着赔价钱吗 你把那笔钱偷出来 借给我拥拥吗 一家人偷什么偷啊 惊出诉嘴 你和你妈这些说不就完了吗 我妈那个葛郎台能让我动那笔钱 不能说 一说就歇菜了 那张存折就藏在我妈床边的柜子里 钥匙就在我妈身上 睡吧 那存折呀 早已经不在那儿放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存折呢 你们爷俩一地固呀 我就知道你们狼狈为奸 没了好戏 你看 这孩子创业需要用钱吗 反正这钱也是给他攒的 你就给着他算了啊 想都别想 专款专用 那笔钱呀 我绝不用心他拿到村里 去忽乱的话了 这怎么是忽乱的话 潇潇她也是 行了 行了 别给我讲大道理啊 什么事情我都能答应你 没有这事啊 没门 潇潇 老婆 你妈早就提房子事了 存折已经转移了 老婆 你也推不行了吧 那我咋办 这是老婆一辈子 记载了小金库 真好留闻 记住啊 密码是你的生日 想要不要和你妈说 老婆 妈 死你了 你这小金库 撑得太英明了 潇潇你这失利眼 一想就多应转秦了 那当然 必失利啊 你这是把我从水深火热中 救出来了呀 吴湘 吴湘啊 这扶贫项目的基金 这么快给批下来了 哪那么快呀 我把我爸的私房钱 都拿来了 这 你这个办法不错啊 赶名回头啊 我软磨硬泡 招我们家老头也要钱去啊 咱们每个人都尽力尔位吧 能筹到多少是多少 不强迫 不强 不强 不管筹到多少 到时候都算股份 嗯 以言为定 好 好 以言为定 以言为定 喂 家文 能听到吗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走得太匆忙 忘了跟你道别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看着天好像要变了 这山区的天说变就变 我得赶快到葡萄园去查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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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魁大爷 老魁大爷 刘烙奎家属 谁是刘烙奎家属 刘烙奎家属 是 我们医院呢 没有血部 赶紧去化验血型 刘烙奎急需出血 好 走 走 快走快走 快走 老可大爷 你醒了 小五姑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仅仅就是左手骨折 比你的伤轻多了 这都是你昏迷的第四天了 哎 这姑娘 骨头都断了 还说没事了 刘烙奎 幸亏小五没事啊 要不然 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安静 你走 我不想看见你 你 不 看见你是个病人的份上 不跟你一般见识 老葵大爷 这次啊 你可得好好感谢马志书 抢救你的那天医院缺血 只有他的血型和你的匹配 他给你输入了六百cc 知道六百cc有多少吗 差不多一袋海碗呢 刘烙奎 我不需要你感谢你 妈 要让你好好地活的 好好给他养伤 咱俩再逗他三十年 归以说 来 听我说啊 咱们讲这个消息 主要是 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啊 祝国扶贫开拔协会 郭富的三十万 创业扶持资金已经到账 马小本把他用来征捆的五万块 也入股了创业园 咱们现在不差钱了 别别别 马小本这个钱得给他还回去 费剩了 小吴啊 咱们办创业园 可不能破坏人家家的 基因改良计划呀 要不然马老板让咱们 吃不了兜着兜 卉医叔 就别笑话我了 那都是我爹的搜主意 那我才一米七 我要找个一米七五的大姑娘 那每天还不压不死我呀 妈不说 不足利 我都不足利 我都不足利 从来里搓三点 刘老魁 老魁大爷 刘老魁你这是干生的 我干生还用你惯了 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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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了 干不中了 哎呀 哎呀 你年轻人啊 干了 干了 哎呀 哎呀 你不是要用我的葡萄字做母绊吗 哎 自己弄 啊 刘老魁 你舍得了 不计恶的仇了 急仇 那仇还能带到棺材里去了 刘老魁 几十年了 恶对不住你呀 当初都是恶不对 我一直想对你说对不起 可爱与恋子 咋也就没说出口啊 几十年来 哥这心里疼 不计可也没有安宁过呀 老费哥呀 好了 好了 都过去了 其实啊 也不能居然怪你呀 哎 不怪你个年呆啊 二八兔 老哥啊 爹呀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 你就是不听我的劝 既不早点投资排污整改 又不赶快转型新型农业 你看看人家蒲峰山庄 现在多红火 人家的葡萄 今年卖的可是都是最高价 比那美国的葡萄 卖的价钱还高嘞 净说就屁话 现在说这些 有声用 马老板 你这是怎么了 垂头丧气的 场子被封了 你让我绝着嘴乐呀 马老板 别垂头丧气的 咱们蒲峰山庄 也有你的股份呢 两年前 小本拿了五万块入股 另外 还有你家的四母多田地 也入了股份 到了年底 你们就可以分红利了 我一个人挑 臭小子 瞒着我还坐上了 我说的事还拖着 马老板 你早就该转型了 越早越有力 咱们合作吧 好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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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葵大爷 把他家祖传的秘方 自愿贡献出来了 这是咱们十里 红葡萄酒厂的设计图纸 总投资两千多万 廖起 多啊 小吴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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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葵大爷 老葵大爷 您找我呀 只我找你啊 是有人找你了 先去吧 去吧 来 咱们接着看啊 庿 是 别人 走 走 去看看 走 去看 去看 我看看 你 去看 去看 我好 我好 我觉得 我好 你 我好 我好 乡亲们 两年来的生活 历历在目的 这两年 我从一个刚出校门的 懵懂女孩 成长为一个寻找到自己 事业支点的村子 离开了城市 虽然我失去了一些 同龄女孩的生活方式 和愧欲 但我知道 我依然要感谢生活 感谢这片土地 在这里 我收获了梦想的实现 收获了爱情 漂亮的年人 是太过的妙 焦急的不当的一个悠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要不要 Jamnet 已知 想 未经训